朱天罗毫不犹豫地违背本意 听从父母之命 而选择了流畅的爱情 就在母亲病情有所好转之后 以不恰当的方式与流畅分手 朱天罗虽然维护了亲情 却伤害了流畅的爱情 在今天所有事情明朗之后 我们祝福这位曾经被伤害 却非常真诚的女孩 在走出人生的武区之后 放下过往 去寻找真正的幸福 那么明月在得知未婚夫天罗 因为亲情而背弃爱情原则之后 会再次接受天罗的告白吗 明月 其实我刚才说的你也听见了 我相信这件事情 你已经清楚了 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天罗 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这一段时间 我很想相信你 和你相处的每一天 我自从遇见你之后 我就觉得 我确实以前挺爱玩的 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 碰见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孩 我从来没有过 就跟你在一起 我从来没 以前没给任何女的做过饭 但我给你做过 我真的 特别喜欢你 我真的 想跟你 走下去 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这三年来我一直都挺纠结的 今天我也希望 你能够原谅我 我朕 你 你 我 舍你 行